《诸葛亮病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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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次北伐 时间在公元254年 将为复出陆西敌道 金甘肃临陶 结果是魏首敌道长李简徐丞相 近魏湘武金甘肃陆西东南 与魏江徐志交锋 斩首破敌 魏军败退 为成胜多所降下 法河关 敌岛 临陶三县名环 第六次北伐 时间在公元255年 将为出敌岛 结果是大破为雍州刺史 盲金于陶西 经众死者数万人 经退到敌岛城 为为之 魏征西将军陈泰进兵解围 为去驻中提 金甘肃临陶西南 第七次北伐 兼在公元256年 将为与魏江邓爱战于断谷 金甘肃天水东南 由于蜀镇西大将军胡继失其不至 结果将为大败 蜀军兴散流离 死者慎重 将为谢货隐父 求自贬消 第八次北伐 时间是公元257年 将为成为将诸葛丹反于准南 新帅数万数军出洛谷 金陕西周治西西南 为将邓爱 司马望和兵相聚 结果是系属下挑战 望 爱不应 后诸葛丹兵败 将为引兵还成都 第九次北伐 时间在公元262年 将为帅兵出后和与邓爱相聚 后为邓爱所破 还驻咬中金甘肃州取以西 民建以南 以上是九伐中原的经过 具体战绩是胜三次 败二次 不克而还四次 总的说来还是胜多败少 并不是屡败不止 虽然战绩并不理想 增加了国家的消耗和人民的负担 却没有达到预总定的目标 但是不进行征伐魏国的战争 后果又会怎样呢 从蜀汉内部情况看 自蒋婉和费一相继谢氏以后 政权实际上被流产宠信的宦官黄浩把持 如果说 蒋 费两人虽然在政纪上无所见数 但基本上还是程序诸葛之成规 内修政治 发展经济 那么到了黄浩专善时期 内部斗争日益加剧 政治经济局面已逐渐呈现混乱状态 最明显的一例就是黄浩与六大将军粤语勾结 因与费为术与集费除将为 树立言语 在这种局面下 军事尚如再不奋力自强 就只好坐以待毙了 而从蜀国的军事实力来看 到蜀汉后期 不要说是能征善战的将领 就是训练有素的士族为数也是不足的 蜀中无大将 料化作先锋 是当时军事实力的真实描绘 在军事实力减弱和军事人才严重缺乏的情况下 采取单纯防御的方针及专守防御 是防不胜防的 而且也无法抵挡 卫军再慢 长战线上的大举进反 只有采取现代军事家所说的攻势防御方针 即在总的防御态势下 选择有力的时机和地点 组织以攻带手的进攻战 才能较好的与强大的魏国抗衡 所以将为在魄力衰弱的情况下 仍然免呼其力 要自组织北法 这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做法 其实是在寻求反救蜀汉灭亡的字就知道 这也不是将为的发明 它是诸葛亮生前一直在执行的既定方针 将为九阀中原是六出七山的继续 他分散了魏国的军事力量 把强卫的兵力前置在秦岭一泄 从而保住了蜀国边境的稳定 延长了蜀汉政权 公元263年 魏主司马昭新兵伐朔 在诏书中用四个字 对将为的九阀中原进行了充分肯定 明智之举 所以从蜀汉的立场看 九阀中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但面临强卫大兵压进的情况下 仍不失为一条符合公式防御方针的自救之策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查看更多责任编辑